358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 前面我们跟大家分析了 1到3号板子的电流检测 以控制电路 这几颗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4号板子 它的后级采用的是单颗 LM358双运放 我们就直接跨过 找电流检测电阻了 它就是这两颗 为什么是这两颗 我们可以翻看一下前面的视频 可以找到 可以确认 好 那么这个电流信号 它就从这颗电阻 就送根了358的 我们看一下 这儿是第一角 三角和六角 358我们就非常熟悉了 123角是一组运放 567角是一组 然后像这种单电源的 那就是八角电源四角地 我们看一下 四角通过这个通波 接到这边电流的负极 然后 它的八角是接到电源 这是一颗6部电容 电容的阵迹 好 这一路电源的信号 过来并没有电阻分压 直接送根三六角 六角是反向速度端 三角是一个同向速度端 这个反向速度端 看一下 这边是接电容和电阻 到七角 是一个RC反馈电路 用于把这一组运放 做一个线性放大器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123组 123组这一组 它的二角过来 有这些电阻分压 它是做一个基准 因为这边是一个电源 刚才我们看到 二角是一个基准 那么三角这里变化的电流 产生的电压 和二角做比较 然后从一角输出 一角输出我们看一下 冰封两度 一路过来看一下 控制的是三级管 三级管主要就是控制这个操作 也就是接风扇了 还通过这颗电阻过来 控制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一路 通过电阻过来 也是控制这个灯的 所以一角输出主要是控制转灯 以及风扇的运转 接下我们看一下 567这一组 那么五角它也是电源过来 经过电阻分压 出现一个基准 然后我们六角的变化电压 和它做比较 从七角输出 七角输出来 通过这颗电阻 直接接的光偶的第二角 这一只 所以我们这一组 那就是模式切换 和最大电流的一个限制 控制端 其他就没什么电路了 这边下来有一个电阻分压 你看这些上分压 到这下分压 送根431去控制光偶 这是一路反馈稳压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358的这种控制电路 比我们前边分析的 那个定时芯片的电路 要简单的多 分析思路确定好之后 大家可以自己 讨线画图 做一个分析 好了 这是老铁发过来的四号板子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块 五号板子 五号板 它后级用的是一颗358和一颗定时芯片 这和我们的一号板子是完全一模一样 也就是这一片 定时芯片358 有需要了解它的控制电路结构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前期的作品 好了 这样以来 一到五号板全部跟老铁分析完了 相关的问题也已经回复 视频的最后 像这类板子改可调 零符零案起调 这个教程已经给大家挂到左下角了 像现在的一到五号板子都可以改的 不管你的后继是定时芯片 还是运放 加定时芯片还是运放的 都可以改 具体教程 大家看一下左下角 小黄车里面的教程 小黄车里面的教程